来自全台湾各县市的少棒队伍 一连四天在花莲德新棒球场举行第八届威力杯全国少棒锦标赛 6号校舞举行的闭幕颁奖典礼 第一名是由台中少棒队获得奖金是100万 同时也是今年度跌破大家眼镜的一匹黑马 而大家预约明年再来到花莲同场竞技棒球技术 台湾威力杯经过四天的赛程 今天冠军出炉 台中市以黑马之姿打败去年冠军桃园市夺冠 双方分数仅有直到最后一局才定出胜负 中场台中市以3比2立刻桃园市 而季军赛也相当精彩 高雄市在第一局就领先新北市 也让新北市连三名投手 新北市原本有机会追凭分数 但是高雄市一记满罐炮奠定圣经 最终是以10比4打败了新北市拿下季军 随即闭幕典礼在德新运动场展开 台裁总经理蔡国基亲自颁发一支票给台中市 蔡国基表示今年台中市的表现令人压抑 也是台中市首场在威力杯获得冠军 更特别的是在台中市今年加入一位女教练在球场为球员们加油 是令人值得高兴的事 花联台裁威力杯今年进入第八届 我们台中市是第一次进入市场 而且还是第一次就拿到冠军 他们表现非常的棒 团队的士气也非常的好 特别是其中里面还有一位女教练 这也是台裁威力杯第一次看到有女教练的 非常恭喜他们 我们这次成绩让我们觉得我们小朋友实在是太努力了 也让我很感动 我们都是跟他讲说就是不要失误 然后就是减少失误我们就会影響 都是用鼓励的方式 那真的办到了我们自己都觉得 我们真的是一匹黑马 对 没有压力因为我们总监的时候都 昨天赢了之后 今天打来就是放松打 把自己所练的 所学的技术都发挥出来 就不要有压力的去打 用鼓励的方式去鼓励小朋友 今年台中市除了获得冠军 并且拿到100万元奖金之外 另外在个人表现上 台中市也拿到最佳投手 最有价值球员以及个人打击排名 可以说是最大赢家 大牛小胜小胜棒棒 棒棒棒 棒棒棒棒棒 记者妮姐欢迎一些采访报道